近年,不少香港人去旅行都喜歡深度游 體驗當地最地道的文化 今次我們來到東京 就在網上報了一個地方的飲食團 由日本到由大陸 遠離新宿涉谷這些遊客區 去到沙丁銀座商店街 試試傳統的日式平民美食 順便感受一下當地人的日常生活 沙丁銀座商店街位於東京的江東區 全長670公尺 距離錦系丁JR10分鐘巴士車程 是一個好受附近街坊歡迎的街區 導遊今次為我們精算了五間商店街人氣的小店 吃東西之餘還有故事聽 不說那麼多,一起邊走邊吃吧 第一間要吃的 是這間開了近70年的天婦羅小店 店舖每早8時就開始營業了 主要做街坊生意 五時都會賣賣便當 生意都頗不錯的 餐牌上有近10款天婦羅 全部都是新鮮製作 招牌貨是四色野菜天婦羅餅 裡面有洋蔥、紅蘿蔔、蔬菜絲和櫻花蝦 外皮厚薄適中,炸得香口 吃起來感覺很飽逃 之後要推介的就是這間串燒店 招牌貨是日式燒料串燒 供應多個雞肉部位 重點是價錢便宜 平均120日圓 即是不用7元港幣就有一串 抵過在香港粥魚蛋 傳銷方面推介燒雞皮 客人可以選擇醬油或鹽燒 兩者都同樣香口飲味 另外燒雞肉串 咬開滑亂多汁 比預期中更有驚喜 配上導遊為我們準備的日本清酒 風味滿分 如果想嘗試日本傳統關東煮 那就沒理由不光顧這間 小店在1970年開業 賣的關東煮多年來堅持真材實料 全部份量十足 加上多款自家製的魚肉小食 例如野菜炸魚餅 魚丸、竹輪等等 全部都吸收湯汁精華 非常入味 外賣時還會附送湯汁 所以不少人都喜歡買就回家慢慢談 鯛魚燒是日本的古早味甜品 大人小朋友都合吃 這間小店賣的鯛魚燒有紅豆 吉士兩款厚味 價錢便宜 餡料多 而且即叫即做 保證新鮮熱 最後就吃完這間開了已經73年的小店 賣的是簡單美味的日式家庭料理 例如湯烏冬 腐皮壽司等等 最有特色的是店舖裝修 充滿超和時代的懷舊氣氛 今次就先推介到這裡 其實行程中還有其他小店 有興趣的話不妨考慮一下部團 等導遊再作介紹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請訂閱